我们来看一下NFS的部署 部署还是我们的四大部 是不是 安装启动验证 是不是 好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直接来部署一下 NFS的服务是我们的NFS 安装包是NFSUTILS 好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来试一下 好不好 机器呢 还是我们的16 还是我们的每天用的那个机器 这么多 我连这个 是不是 19216801.16 host内 是吧 好 好 NFS UTILS 来装一下 说什么 已经装过了 对不对 已经装过了 那么就直接用吧 来 开机启动 启动 是吧 然后呢 测试 验证一下 没问题 没问题 是不是 各位 好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的这四步就做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通过NFS共享 好吧 好吧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一个共享文件 这个文件里边呢 定义是要把谁共享出去 听明白了吧 在ETC下的 在ETC下的 这个呢 是定义 把谁共享出去 共享的 它的格式是什么呀 共享文件夹的路径 注意 是绝对路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绝对路径 然后呢 授权允许谁访问我的共享文件夹 以及什么权限 看一下 根下的TEST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共享目录的绝对路径 允许哪个网段 11.0这个网段 它的权限是什么 RO RO代表什么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权限 RO代表是止读 我们是以止读共享 看到了吧 RW是你可以读写 SYNC 是所有数据在请求时 直接写入共享 好了 那么权限呢 我们最常用的 其实就是这三个 当然呢 还有很多啊 是不是啊 那么在这里边呢 还有很多 下边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部分 好吧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呢 就不再跟大家说了 好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里边呢 都有详细的解释 啊 你比如说 这个 no root压缩 就是root权限不压缩 还有root权限压缩 啊 那么是什么呀 root用户具有根部路的完全管理访问权限 也就是说 当别人拿root挂载的时候 如果你有了这一项的时候 那么 它挂过去 就拥有root的权限 前提是 对方是有root挂载的 能明白了吧 你服务器上也开了这一个 不压缩root权限 好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的任务呢 就说完了 啊 这是我们的权限 是不是啊 权限 好了 那么你共享完事以后啊 你可以干什么呢 你可以呢 通过 啊 ex prot 一个port fs 这条命令 来管理你的共享 也就是说呢 以portfs呢 这个是什么呀 管理infs 共享文件 系统的列表 它可以管理你的共享系统 杠A打开或者取消共享 杠O 列啊 指定一列 共享选项 杠I 忽略这个文件 杠R 重新 共享所有目录 啊 然后杠U 取消一个多个共享 杠F 在新模式下 刷新内核 共享之外的任何东西 杠V 显示详细信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命令怎么用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吧 那么首先呢 在这里边呢 我要呢 来 mkdr -test 是不是各位 好了 那么vm-etc下 esportfs 啊 一个port啊 不是fs啊 一个port 好了 这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边 是不是定义要把谁共享出去 对不对 格式test 共享给谁 192.168.11.0 -24 这个网段 是不是 以什么 以读写的权限 SYNC 让它立马同步 是不是各位 多个权限 又斗号可开 好了 保存退出以后呢 怎么办 你不需要重启NFS 直接用我们的共享管理工具 以postfs 杠2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共享就成功了 怎么样知道共享成功没有呀 用soulmount 杠E 去检查一下 这个机器上的共享 有没有成功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共享 对不对 或者是一个post fs-v 查看一下详细的共享信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详细的共享信息 是不是 那么后边跟了哪些权限 我是不是只加了这两个 后边呢 是隐藏自己默认加的 听明白了吧 各位 那么这些权限是什么意思 大家能不能查到 可以吧 所以的话呢 那么这个呢 这就是我们的共享方式 那么我们就说明是共享成功了 听明白了吧 我给大家讲解了什么呀 讲解了我们的如何共享 讲解了这个共享文件 如何书写这个共享文件 在这里边指定共享内容 然后呢 跟大家讲解了 importfs这个共享管理命令 它可以呢 不让你启动fs 就直接用它来共享 管理共享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呀 这样的好处是 避免断开客户端的访问 知道了吧 各位 尽量的话呢 不要重启服务 因为像一旦重启服务 是不是我们的TCP连接就断开了 对不对 网络连接断开以后呢 客户是不是正在访问 是不是直接给人去调了呀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直接用命令去访问 好 那么回过来以后呢 看过这些以后呢 我们继续来往下看 继续来往下看 那么在这里边呢 有一个教学案例 要求你什么 共享public和protect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一个以止读方式共享 一个呢 以读写的方式共享 都是被11.0能访问 是不是各位 好嘛 那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呢 步骤很简单 是不是你首先得建这两个目录啊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 大家要注意的话 由于客户端挂载的用户是 NFS Nobody 也就是说各位 你挂过去以后 你挂过去以后 你想要读写 但是挂载是由谁挂载的 是NFS Nobody 来挂载的 所以的话 你要读写的话 是不是要给它加7啊 对不对 因为NFS Nobody 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我们但是不 不着急 我们先验证一下 这句话什么意思 一会儿跟你说 好吧 那么首先建两个目录 把它共享出去 这个能理解吧 好的 MKDR-PUBLIC P-R-O-T-E-C-T-E-D 是吧各位 那么对错啊 应该是P-R-O-T-E-C-T-E-D 是吧 没问题 好了 把它共享出去 另一个是P-R-O-T-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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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重新加载一下我们的这个 一个pose文件 -r就重新加载这个文件 好了我们输出一下 来看是不是两个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没有问题 在这一切看似安好 是不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加7 不知道 是不是各位 不知道也没关系 那我们怎么的 继续来往下讲 Portect是不是允许呢 是不是可以让人家干什么呀 可以让人家 读写 是不是 没关系 我现在呢 先不这么做 好不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来看一下挂载 看完挂载 我们就知道 那个7为什么要加 好 挂载呢 你可以呢 首先呢 在客户端上去挂载 看一下服务端 有没有给你共享 是不是各位 那么我们找一个客户端 是不是 客户端还是1116嘛 SSHROT 2192.16 8.111.116 是不是这个机器啊 还是116 让116连上以后呢 我们去访问谁 访问16 是不是各位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为了方便啊 CD- 我们 TOUCH 这样吧 Echo M.O.B.L.I.C. 到那个 P.O.B.下的啊 然后Tax 好吧 同样的道理啊 也是叫Tax 叫TTT吧 这个是 生成验证数据 是不是 好 没问题 那么 SullMount 让E 首先你能不能看到 如果连这个都看不到的话 是不是挂共享没成功啊 现在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吧 好 那么其次呢 是建立 挂载 点 挂载点 一个 Mount下的 Public 一个是Protect 对不对 挂载的方式 Mount T NFS 看到了吧 好的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挂一下 好吧 那么现在的话呢 来 挂载点 我放到OPT下好吧 因为我Mount好像有东西 我看一下Mount下面是否有东西 Mount下面有 哎 没有东西 哎 那就可以啊 来 来 可以看啊 Mount下面是不是已经有挂载点了 看到了没有 各位 看到了吗 是不是 来看这两个有被挂载吗 啊 就挂了一个CORMAN SUMBAD 是不是啊 这是我们SUMBAD共享的 这个 好了 那么挂载点已经有了 那我就不创建了 好吧 那么注意啊 我挂载点已经有了 我就不创建了 听明白了吧 没有的话 是不是我要创建一下呀 对不对 看一下这下面有没有东西啊 没有东西 是不是啊 好的啊 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挂载 直接挂载 GONT NFS 192.168点 多少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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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回车 大家可以看一下挂载成功没有 成功了吧 是不是 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你看是以什么权限挂过来的 看一下 是不是通过NFS4 是不是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 各位 来挂过来以后 读写 能有读写这个 能有这个权限吗 我们是不是根本没有给他读写的权限呀 对不对各位 你看一下是4.1 有人说 不是只读吗 怎么是读写呢 其实在这里边各位 你不用担心 他是不能够写的 不能够写的 为什么呢 我可以告诉你 我挂的时候呢 我在这个地方并没有指定 杠欧 杠欧是不是挂载选项呀 杠欧我们要是RO的话 那么挂过来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呀 就是只读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吧 因为我没指定 所以呢 他默认会以读写的方式挂过来 但是说你读写的方式挂过来 没有用啊 为什么呀 我在那上面给他权限了没有 你看我是不是又是以默认的 刚才那个方式挂过来的 对不对啊 好了 他没给权限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去写一个试试签 对不对 cd-mount下 pio 是我们的public 是不是啊 听明白了吗 点16 是不是啊 冒号 -p-r-o-t-e-c-t-e-d 对不对 画到我们的冒头下的 p-r-o-c-t-e-d 好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这可可是有写权限吧 对不对了 是不是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同样的 说我们去 p-r-o 来 这个是有权限 来看一下 ttt 来 看一下 咱们也是只读了 对不对 是不是 你没办法搞啊 是不是 各位 好 那没关系 怎么的 我创建一个文件夹 可不可以 权限不够 原因非常的简单 因为挂过来以后 他用的 用的用户是 NFS nf-nob-d 进行的操作 知道了吧 各位 用的ns-nob-d 进行操作的 而你的 默认的这个目录的权限是多少 服务器上 默认的nob-d nfs-nob-d 有写权限吗 没有 所以的话 c-m-o-d 757 到我们 p-o t-e-c-t 看到了吧 各位 这边的话 一样的道理 这边的话 怎么办 这边的话 卸了重挂一下 就可以 不用那边 那边不用动 好了 卸了重挂 是吧 这个好了 c-d -m-o-d 这样的 p-o 好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t-o-u-c-h-a 来 创建成功了没有 你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的nob-d t-t-t 修改不了 很正常 为什么呀 所有者 所属的组 是不是都是root呀 其他人是不是只有 只读权限 但是说的话 如果是说你要行的话 是不是要把它改成nob-d nfs-nob-d 看到了吧 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就可以创建了 对不对 所以的话 我就给大家解释了 在我的上一部 我的实现文道里面 为什么我给大家加了一个757的权限 听明白了吧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的nfs 我的任务 就完成了 我给大家讲了 部署 还有共享 还有挂载共享 是不是 最后做了测试 好的 那么各位 我们的nfs 就给大家讲了 讲了 介绍 部署 共享 和挂载 nfs 是不是比较简单呀 对不对 也比较容易上手 大家下来的时候呢 好好练习一下 好 那么本节课就到这 庶名 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